本次提问,吃鸡中匹配模式有单排、双排和四排,为什么不推出三排模式呢?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疑惑,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个问题。 原因一,不好凑人数。 大家都知道,经典模式有几种人数上限,海岛沙漠是100个人,三人一组只能到99个人,总不能让最后一个人一组吧。 水灵图是64个人,三人一组最后也会剩一个人,山谷是52个人,同样会剩一个人,因此才没有加入三排。 原因二,四排可以变三排,为什么不加入三排呢? 还有一个原因是四排完全可以变三排,只要你组到三个人,然后把匹配队友关掉就可以了。 既然可以三人组队,也就没有必要再加入了,而且按钮加多了也容易造成混乱。 原因三,三排不是主流,如果你是一个人玩游戏,单排或者四排就可以了,看你喜欢了。 带人的话可以双排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四排是最广泛的,玩的人最多。 三排除非是固定的好友三人,否则一般人不会选择开这个模式,因为不主流,不加入也正常。 小伙伴们,你们玩的最多的是几排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